好奇的四处张望 大家跟着导览员的脚步 仔细聆听解说 乔委会所举办的2016年 海外华裔青年台湾观摩团 广邀全球各地乔包子弟回台参访 在台北探索馆当中 透过历史地理的互动展示 将首都台北的人文风情 精华浓缩成模型 甚至有迷你版的龙山寺 解说历史与参拜方式 还提供简易抽签体验 让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参与的华裔青年们纷纷表示 从小在国外成长 对于台湾的了解都只有片段 藉由观摩团能更全面地了解这块土地 我从加拿大来的 我这次回来想看台湾 全部的台湾 就是不同的地方 看有山有夜市有好吃的东西 我觉得台湾很特别 我想把整个台湾都逛一次 就没有真正体验到台湾的文化 因为太小过去 所以这次想要回来参加这个活动 就很想要再度了解跟认识台湾 而且之前就小时候不常旅游 那这次回来就真的很想要再 就是多多探索台湾每个地方 跟台湾不同的风景跟美食 为期21天的行程中 这群华裔青年将从北到南 前往各地知名景点 包括台北101 44南村 921地震园区 台南孔庙 布农部落 七星潭等环岛一周 实地深入探访 无论来自哪个侨居地 透过回台参访 除了让这群侨胞子弟 彼此互相认识 充实对台湾的各方面了解 也增进对于台湾的认同感 台湾宏观电视 陈林文忠健康 台北资本报道